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掌 红掌啊 叶片呢 绿油油的 花朵了又红灿灿的特别的喜庆 但是如果红掌啊 它出现呢 生长非常缓慢 然后不开花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除了日常的养护之外 我们还需要给它用上这个啤酒 这个啤酒里面呢 含有的氨基酸呢 二氧换碳 还有些其他营养物质呢 特别适合这个红掌的生长 所以让红掌啊 长得特别快 而且呢 花朵了也是开的非常的多 我们都知道红掌它是一种喜欢栓性土壤的植物 而这个啤酒啊 它是成弱栓性的 更适宜这个红掌的生长 那么啤酒怎么用呢 我们将它开盖 将里面的酒精等气体挥发掉之后 然后将它稀释三十倍之后浇灌在这个红掌的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红掌吸收了啤酒里面的营养物质啊 生长呢 就会特别的旺盛 很快的就能开出非常漂亮 非常红艳的花朵来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